我再重复一下规则 答对一体两分 答错扣两分 抢答后 三秒之内必须给我答案 除非如果遇到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 我会做适当的引导 那么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一般情况下 希望大家在按下抢答按钮之后 三秒钟之内给我答案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请看 抢答题的第一题 在中国很多人家里都会摆放下图这个物品 请问它有什么寓意 准备 开始 美丽 C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A 平平安安 很遗憾 第二题 下令哪个城市不是中国的直辖市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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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龙 C 武汉 C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武汉正确 好 第三题 杜甲 杜甲 杜甲的诗句 是说明的 看你本人都会摆进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准备 还是 凌龙 北京 第一 确定吗 确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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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确答案是 北京 为什么不是美玲就是玲珑 其他的选手要加油 第五题 在中国泰山既指一座山 也是一种称呼 请问它是对谁的称呼 准备 开始 A A 丈夫的父亲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很遗憾 妻子的父亲 好 没关系 我们还有的是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不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竟被战 采得百花沉迷后 为谁辛苦 为谁甜 这指的是哪种昆虫 准备 开始 蜜蜂 亚当选择的是蜜蜂 确定吗 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蜜蜂 谢谢 现在啊 零号还没有抢达到 对吗 还有云天 这个义和和载龙 你们四位要加油 第七题 双管齐下的双管本意是指 准备 开始 习两支笔 看一下正确答案 两支笔 第八题 中国最古老的饮料酒是 准备 开始 美玲 三 二 C 白酒 一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开到第九题了 我觉得我必须要站在 义和和载龙的边上 零号 你也得多看我的眼神 明天 第九题 立春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气 汉族人民在这一天会选择 吃什么来迎接新春 请把题目看好 准备 开始 美玲 又是你 这一次能答对吗 三 二 一 A 汤圆 A 汤圆确定吗 三 二 一 给我答案 C 年糕 C 年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汤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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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人喜欢互相赠送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请问下列哪样植物是用来表达相思之情的 准备 准备 开始 你看我手指的一盒 但是还是美玲 B 红豆 确定吗 确定 这回很确定 请看正确答案 B 恭喜你 红豆 第十一题 中国毛笔狼嚎的原料取字 准备 开始 凯撒 答案是 C C 是否正确呢 请看正确答案 C 正确 最后一题 加油 明天 林浩 义和 林浩的眼神很无辜地看着我 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 就是手慢了一点 好 第十二题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亭子里交流有关诗歌文章的看法 因此而来的四大名亭 分别是杭州西湖的湖心亭 涂州的醉翁亭 北京的陶燃亭 和 选择一个 准备 开始 开始 零号 三 答案是 C 苏州的沧浪亭 确定吗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毕长沙的艾婉婷 第三题 很好